接下來第九場 368、10、11都去過重化 三班千字短途 很多fit碼 3號就很久沒跑了 那隻叫做精彩輝煌 3月份跑完到現在了 除了眼罩 4除眼罩 初戴棉枯 5就初出 初戴眼罩、初摘利 初用環形口含鐵 8號碼多姿多財 除環形口含鐵 初戴環形壓蝕口含鐵 上一次贏了 好,這隻加州德遜 是不是很好看呢 好像聚首多厲害 呼吸義氣 贏就當然厲害 希望他也好 這隻就越跑得了 都是神操已經的狀態 搞得挺理想的馬來的 賽前也彈了課小的草雜 都是巴道去試的 可能都是想個雜商快一點 跟前一點 這貨又沒有換腳了 好,後面那隻 四孖一 二套只是戴了頭罩 精彩輝煌 第二位藍眼罩 就是那隻盡著士 盡著士已經戴眼罩了 精彩輝煌又慢慢追回他 有少少追細的 不是差馬 但是這麼久不跑 好,這隻閃電盒都挺厲害的 復出其實狀態 初初都一般 跑一下又好一點 跑一下又好一點 但是他這樣的步支又比較倫盡 直路期有些外閃 應付菊草點呢 輸給夢想成金,共創繽紛 是的 好,再看一些試集新一些的 人和家興 你知道我勝後備 第四場 還有一隻紅酒之寶 就在外面紅眼罩 那一匹 都是顏色水 好像淡一點點 因為我經常的焦點 都去了那隻人和家興 因為我真的有可能 是駁他第一次 開始搞得好 給了兩部的紅酒之寶 回來就順著他走就算了 但是又是修身 都還未夠 是的,可能落地的日子 都不是很足夠 走過他不是很亂的 那些步子又沒有特別 很臭脾氣 他又不是那種的 不過可能色澤 來到香港 都還是要適應一下環境 給一點點時間 好,四條煙 怎會不好看 真是怎會不好看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會跑到這樣 是的,我也知道 它是小隻一點的 翻了重化又這樣 聚下去很好看 很好看,不好吃 那一大件事 就是了 這些藍天之星 明顯拍跳還是失色一點 近鏡就專一 你看看它的收身 和模式 都比那隻藍天之星還好多 好了,多知多醜一、二、五 我還沒看 它上一次就算 什麼晚報速 沒有人放 是不是那個僵口還未好 所以緩別 我回去再看看 它上次的僵口 贏了 因為大家都是焦點 看著它的走勢 這隻也好 善傳萬利 回來拍拍馬地 還有賽前 整貨拍跳 就是跳得不錯的 它也好 反而這些不用太勁 由早上 民靜一點 舒服、自然 走過更好 它還撿過二檔 是的 好,會長之聲 這隻就是人見人愛 車見車載的了 回到重化跳那些 回到香港跳 一樣又不是曲尺手 好 這隻就是重化 極爽 碎到少見面一點的馬 試了一個大閘 這個極爽 十月二十三 試了一個直路一千米閘 同試的馬有哪些呢 如真如假 近鏡那隻三條二 另外大眾開心 二、二、五 都是較為熟悉一點的馬 其他那些是E布的側身馬 裡面賣爛那隻B布 順著筋 但是以前這隻極爽 都是比較瘋狂的 但是現在都不是這樣的形態 可能除了年稅、適應 沒有那麼大汗濕 沒有那麼心急 可能是好事來的 不過就 火氣 沒有了那種 擺在前面走的那種勢 因為跑法暫時還是很單日 這隻開心好友 又升了上來三班 上次跑了第二 他都保持得一個作戰的水準 四班都難贏 三班就應該更難 好了 接著是後備 這隻叫喜盡區 蔡漢的那些新馬來的 PP來的 外地試過跑過一場很長的路程 而且你看他歪一邊 不斷走出去的照片 這隻後備二的童話 應該都難些保得出 跳過都很順的 黃浩南也很熟 走過是沒什麼大問題的 你去第九場 三班千二米 也有些馬值得說一下 譬如你閃電俠 剛才都說過他的問題 走規 性情 都是有一點古古怪怪的馬 但能力都挺高 希望他都可以 另外就越跑得 這些馬你都要小心的 大家不要以為他抽內蕩 對於這些馬一定好 可能大家有印象 為何我最近傳來的那晚 講超然 為何他會輸這些馬呢 我覺得有時候 頭段的處理很關鍵 就是比了那幾步 你看到超然 跟之前的跑法就是不同 因為你不自覺跟快了前面那些馬 你早用了 回到來就不多 因為越跑得都是這些馬來的 就是比較力短 忍得靚 就是你不要說內檔 一定是可以咬前些 又交回之前後上的時間出來 那就一定贏了 那不是這樣計算 我有時覺得 所以這些馬頭段 最重要是放鬆 走得順 是最重要的 每一隻都潘頓的 越跑得又潘頓 閃電俠又潘頓 線全萬里又潘頓 你真是慢慢擋 加州得順 很明顯就跟季初比較的時候 馬一定比季初的時候 很多很多 這個當然了 但是你要因應合不合你的賠率去搏 因為在你參與之前 你第一要知道這馬是暑假黏了 第二樣就是那馬帶過呼吸機 贏當然是精彩 大家拍手掌勁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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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閃電俠我覺得這些腳法未必適合跑谷操 第九場賽事都和大家研究過 休息一會 紅酒之寶叫Snitzel 這匹馬除了Snitzel的展示之外 其實它的母線是更加值得說的 為什麼呢? 紅酒之寶原來有一匹同母慶獎是花旗 花旗在我們較早年的御形直播賽事 真是威風 從澳洲就贏到上北半球 在澳洲贏了巧菲爾德堅尼大賽 以及鵝利盾 之後去到英國金熙錦標 即是今日的轉熙錦標 以及英國七元輩他都贏了 之後亦都成為了總馬 所以紅酒之寶如果你說血統 漂亮得不得了 有一匹那麼厲害的哥哥 而其實這個母系家族的其他成員 有一匹叫Amicus的馬都厲害 因為贏過為省家千堅來大賽 所以近代其實有很多跑得很厲害的馬 都贏了一級賽的馬 所以看了父母兩線 這匹紅酒之寶 雖然看來性能都是靠短路程的馬 但是跑下去有可能的長力 拉到1400米、1600米 他有些機會到的 紅酒之寶來香港之前 在澳洲的新南威斯省 以及維多利加的墨爾本 兩邊他都跑過 合共跑了8場賽事 贏了3場頭馬 3次贏馬都是右轉賽道的賽事 都是贏了1000米的短路賽 跑長的路程暫時沒有什麼成績交出 瀋雜城馬王的初出馬 近季表現相當不錯 上季一出即勝馬有兩匹 就是追風絕影和行星夢 今季來說暫時有匹順勢贏初出上到名